决议 烟害防治法修正通过 睽问16年烟害防治法修正案 于112年1月12号经立法院三读通过 本次修法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电子烟 盐管加热烟及加热载具 规定烟盒警示图面积不得小于5成 将合法吸烟年龄从18岁上修到20岁 以及扩大室内外公共禁烟场所等事项 对烟害防治法修法内容 民众分别持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扩大禁烟场所 十大专院校全区禁烟 以及合法吸烟年龄上修到20岁 这两大修法重点 更是不断被提及讨论 我觉得如果废除吸烟区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专废除吸烟区 我觉得很好 因为其实教学区本来就是学生权益 我觉得满20岁抽烟 我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很多事情都是18岁 就是成年可以做的事情 就你把它归列成成年人 但为什么要去禁烟 我觉得很没有必要 我觉得全面进电子烟 有一点小超过这样子 对就是可能还是要再适度的开放电子烟吧 对因为毕竟有些人 他们不想抽职烟的话 或者职烟比较伤身的话 他们会去选择电子烟这样子 大家都还是在固定的地方抽烟 也因为说实在学校 应该感觉不会有人特别去抓或是怎样 除非是有人检举才会去注意 民间的反烟团体认为烟害防治法修法的内容 有一些隐忧以及遗憾的项目 他们表示含泪接受修法的结果 并且将持续严格的监督 就是整个烟害防治法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漏洞 第一个加热烟的载具 是要逐条的限制的一个结果 我们真的很担心 他没有像烟品一样基础的一个管理 未来怎么样的执行 然后未来的烟草公司 有种法律的一个边缘 台湾从没有烟品广告 会不会变得到处都是一个衍生性的一个烟品广告 第二件事情呢 有一个非常 觉得非常遗憾的 政府不但没有执行书面包装 而且政府要的85%解释图文 到了立法院的协商 应把85砍成50% 花了16年的时间修法之后 我们现在是从全世界的倒数第四名 提升为全世界的倒数第十二名 因为我们只有5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烟害防治法修法后正式施行的日期 要等待行政院的订定 不过烟品警示图文标示面积比例 考量到业者需要有调整时间 将从此法公布一年后施行 以维护国民健康 中正一报 黄玉慧 黄百合 嘉义民雄报导